你拉这个就美联邦罪 罪那个 长径网贵妃罪表 开车 可以说就惊呼这一切啊 每年都得要消耗到十几万条蛇 这是乐器中心统计过的 国家呢 现在这个 没有禁止野生动物那天 仿装皮可能推广就是遇到一定的阻力 像好现在电动汽车 我的感觉跟他出行的一样 叫好不叫做 电动汽车很好吗 现在有人买没人买 我很早就接触这个仿装皮了 我的老师是中国细体学院的也是著名的教授 叫黄金路 他搞的环保仿装皮是第一代 是七几年搞的 1996年 那时候我就想 我既然是黄老师的学生 黄老师未尽的试验 我能不能继续给他完成下去 而且我也有这个优势 我也有这个热情 十多年以后呢 通过这个上千次的试验嘛 最终能够研究出来了 而获得了国家发明证力 通过这个演出效果来试试啊 还是演出效果对比还真不错 可以达到一架乱真的效果 能够真正达到保护一种舌皮的目的 比如说网上骂的 什么都有 有什么呀 这谁不会弄啊 不就一个塑料嘛 这种东西你看似搞出了没什么 但实际上来讲呢 它的声音效果 它的薄厚焦的选择 它膜的选择 每个都要经过上百次的试验 能不能不能达到你的乐器的这个三小速的要求 比如说音色怎么样 音质怎么样 音量怎么样 再一个演奏音的感觉怎么样 每一个都要经过不同调模的试验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的枯燥的 可是但是呢 每次研究的那种迫切 要听到你研究这个 要试验它的效果 那个又是激动的 这种枯燥 这种激动化 这种好奇交织在一块的心情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你看我没有别的嗜好 我烟酒都不沾 我就嗜好在这方面有所研究 所以呢 我发明了八项专业 大家的偏见吧 懂钱能用真的就不用假 懂事业的不能改 具有传统意识人还很多 后来我觉得就是环保意识的弹幕 就像社会怎么说呢 闯红灯一样 你说 都说闯红灯不好 你说现在不是都闯红灯吗